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的新冠病毒开源数据显示 疫情爆发后的三年内 美国几乎流行过所有新冠病毒变种毒株及其分支 是存在新冠病毒变种毒株最多的国家之一 当前新毒株XBB.1.5 成为美国上升时候最快的毒株 以引发美国内超40%的感染病例 美方应当及时公开透明地 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 分享美国内的疫情信息和数据 并采取切施有效措施 防止疫情进一步传播